张大大认为某些小鲜肉不配与自己坐在一起,希娜对得实在太解恨了。 张大大是一名主持人,这两年载圈内名气越来越大,希娜的提携还是很有作用的。 希娜提携过两个人,一位是杨迪,现在杨迪也是很红,不过一点都没有膨胀,对希娜也是很感恩。 张大大虽然对希娜也不错,但是对其他人就不一样了。 在节目中公然和王宝强这样说话,虽说看上去像是开玩笑,但是这样的话并不适合在节目中开玩笑哦。 还是有点态度嚣张了点。 参加高能少年团的时候,见到张一山的第一句话不是问好,而是吐槽张一山好矮,话说好像他自己也高不到哪去吧。 张大大为何? 张大大为何如此膨胀?看看他的朋友圈就知道了,杨迷,黄晓明,霍建华,刘浩然,这还只是一部分。 还有很多人不在这张合照内,不得不说张大大在圈内的人脉还是比较强大的。 就连国民老公王思聪也愿意和他做朋友。 就算朋友圈在强大,张大大还是成为了全网黑,对于他的膨胀,耍大牌,提携过他的谢那也是有点看不过去了,曾经在节目中公开diss他。 张大大竟然认为某些小鲜肉不配跟他坐在一起了。 对此,谢那提醒张大大自信可以,但是不要迷之自信。 张大大离真正的大牌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,更何况他还是很多人的晚辈,捧张耍大牌是不可以有的。 你们怎么看待张大大这个人呢? 张大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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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小船 Items 优优独aste